腾讯体育8月19日 是NBA历史上最伟大的球星之一 被人们称作大欧 他是联盟历史上维尔的赛季场军三双获得者 并在近期被授予了NBA终身成就奖 罗伯特森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只获得过一次总冠军 那是在1971年 当时他效力于尼尔沃基雄鹿队 当时的他加入雄鹿队和年轻地鲁阿尔辛多 还没有改名之前的卡里姆阿卜杜甲 把二组成了双子星 最终拿到了总冠军 而在近期 罗伯特森拍卖了他在当年获得的总冠军戒指 最终以75948美金的价格成交 阿尔斯卡罗伯特森拍卖的布置这一件藏品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50件 包括他在比赛中穿获得球衣 他在印第安内高中效力 是赢得的州冠军戒指等物品 此说C&也则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